今天是靖兒基金會能真的在陪伴我們這些小朋友們 這些青少年兒童們非常的用心 大家都知道其實兒童青少年是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王 在這個時期他們應該是可以盡心盡力的去學習這一段黃金時間 但是我們發現有一些家庭的變故 讓這些小朋友青少年們就沒有辦法去學習 那我們覺得這個非常的可惜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師青兒基金會在這方面 他們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經由我們第一次的合作 我們知道師青兒在對我們青少年的朋友們 不只是給他經濟上面的協助 對於他們的體能上面也非常的照顧 比如說他們都舉辦了全球其成的活動 圈導 那我就覺得真的是很棒 不是說只是在經濟上給他們的資源 也照顧不到他們的身體跟心理上 那另外針對這些小朋友們呢 在音樂上面或是在畫畫上面 有一些喜好的話 他們也是盡力的支持他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這個基金會 其實在是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棒 那在去年的合作之後呢 我們的彰化銀行的客戶也非常的支持 那我們長官們就覺得說 這樣的公益活動一定要持續 那我們彰化銀行呢 在公益活動也非常的支持 除了對青少年的支持之外呢 我們也長期的在 跟華山基金會有合作 對於長者我們也是 每一年都有陪葬著 過年或送禪會 那我們長官就說 這個私心的基金會這麼的用心 然後真正的對我們的 那個青少年兒童這麼的有幫助 所以呢 我們今年呢 又再度跟他們合作 我們就舉辦了張力有愛 心願學願足夢計畫 那無非就是希望說 有音樂上面興趣的小朋友 能夠透過我們這次的活動 能夠真正的去學習到 他們的興趣 那我們呢 希望是說 在我們在推展這個活動的 推展業務的當下呢 也能夠做公益 那我們這次的活動呢 除了我們呢 待會會有捐贈30萬 金額不高 30萬的金額 先讓我們基金會 能夠針對這個計畫 去添購一些其他的設備之外 我們在推展業務上面 只要我們張營的客戶 有用我們張營錢包 去做行動支付的捐贈 只要10塊錢以上 累積到100筆 我們就會再多贈送一套 APP的學習的設備 那無非呢 是希望說 我們張營的客戶在 跟我們業務往來之下 之餘呢 也可以能夠做公益 那我們全省有180家分行 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分行 在推展業務的時期呢 也能夠鼓勵我們的客戶 來做一個公益上的捐贈 那我們希望呢 大家在場的朋友們呢 也是跟我們張營往來 也可以下載我們的APP 去做一個捐贈 那希望今年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能夠做得比去年更好 然後能夠幫助到 我們更多的那個小朋友們呢 能夠讓他們的希望能夠達成 那希望我們今年呢 能夠大家一起來攜手 做更多的捐贈 讓我們17人基金會的小朋友們 得到更多的學習 那最後呢 在這裡祝福各位貴賓呢 今年呢 順利平安 然後健康 然後平安喜樂 謝謝